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谈勇气 一个年轻的警察 坐长途公共汽车回家探亲 他家在一个小镇上 他穿着便服 手里捧着一本名叫心灵鸡汤的书在阅读 他读到了一篇名叫勇气的文章 文章说的是一个小男孩 来救他姐姐而抱着死的决心 给姐姐输血的故事 他被那位小男孩的勇气折服了 这时车正行驶在野外的田墨间 车上百余名乘客都昏昏欲睡 他也有些困了 就在这时候 四名歹徒手里晃着明晃晃的匕首 在车尾开始抢钱 一名妇女乖乖地把钱递给歹徒 一名老者哆哆嗦嗦地往外掏钱 这真实的场面像戏剧一样残酷地在他面前演绎着 不要把钱给他们 大家随我一同与他们拼 年轻的警察吼着冲上去与歹徒搏斗 一名歹徒被他打昏在地 又一名歹徒的匕首被他夺去了 乘客们见状 一轰而上 干净利落地将这几名歹徒擒获了 为此 乘客维护了做人的尊严 事后有记者采访他 你的勇气从何而来 是不是源于你多年从警的经验 掌握了罪犯大多是外强中干的胆小鬼 你才这么做的 年轻警察说 我刚刚从警校毕业 没有从警的经验 要说勇气吗 是来源于一种责任感 警校老师常常教育我们 作为一名警察要在关键时刻维护人民的利益 这名年轻警察的故事叫我难忘 还有一名男孩的故事 也使我感动 那是一个工厂的轻工 因为工厂效益不好 检员 他成了下岗职工 没了工作 没了工资 便没了饭碗 那时男孩正处着一个女友 他毫不犹豫地打电话告诉女友 我下岗了 没工作了 可是我一定会去娶你 可以想象 把真相那么快告诉热恋的女友 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就是这名男孩 在下岗后的第二天 卖起了雪糕 秋天 他在市场卖菜 冬天 他开了摩托车修理部 几度酷暑严寒 他最初的勇气 给他带来了可观的财富 女友与他结合了 请公问女友 你为什么嫁给我 是因为我的十几万吗 女友笑着说 钱再多 最终也会失去 而勇气永不会消失 我看中的是 你身处逆境中的勇气 勇气 这个词使我想起自己的一个故事 十年前 我两手空空来到城市 除了警察这个高尚的职业外 我真的一无所有 有一位领导 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领导开玩笑说 小伙子 有勇气没 有的话 我把他的地址写给你 你自己去找他吧 那时我真的犹豫了一天 去不去呢 最后我去了 勇敢地敲开了他家的门 也敲开了我的爱情之门 我想在纷纭复杂的社会中 除了要具备其他生存能力外 有勇气 是一个重要的品质 勇气 它能给我们爱情 财富 还有人的尊严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